我教了你们很多的功夫 比如太极拳 行义拳 八卦掌 但是你们要抓住重点 要想练好太极拳 首先把简化太极拳练好 要想练好行义拳 必须先把五行拳练好 要想练好五行拳 必须先把批拳练好 要想把批拳练好 首先站好三体式 三体式是非常重要 三体式批拳 五行拳和行义拳 这是我说的太极拳方便 再一个在太极上要站桩 当你练习太极 要用桩枯开合桩 提手上市桩 提手上市桩 都要把桩枕站好 开合桩是开合桩 提手上市桩 下极拳是下极拳 下极拳是弹 没有这些个拳功 这个武术就等于不会练 如果你不认识拳功 你不认识拳功 你不能练习武术 那是基本上 那么过几天我还教六七八三掌 但是练好八卦掌 必须先站好八卦桩 八卦 汤好汤泥布 想按后手 INSIDE 如果你要练习 六七八非常 pays 你必须本身可以练习八卦桩 汤泥布 汤泥布是什么 湯泥布 这样 练好了这个才能说八卦桩 能练好 如果没有汤泥布 没有gen庚 如果没有 Property 把书桩 练习 cuatro 提手 重点全提示给他们了 那是海岛 要想练好以后 我的其他功夫 比如武当剑 那必须太极行义八卦 三家的劲练好 才拧起来叫武当剑 如果你想练习武当剑 八卦行义 太极 你把这些练习 可以练习武当剑 武当剑 就好了 这些练习武当剑 这些练习武当剑 没锻成 你看 这些练习武当剑